Cross Coffee HQ是Cross Coffee系列的第三家了 甜点和饮品都很有水准 店家位于北区践行路上 咖啡馆本身就有一个停车场 不过大概只能停放三至四辆车 环境满特别是 一栋透天明宅的设计 有点像是住在豪宅的朋友家做客的 一走进来才发现 里面的环境好有复古氛围 有一种张曼玉 电影花样年华的感觉 吧台前也有用餐区 如果是一个人来的话 也不怕觉得尴尬 最后方就是烘豆区 Cross Coffee HQ的豆子是自家烘的 除了菜单上的甜点和饮料之外 吧台上的小力排也有明金日甜点 另外除了咖啡甜点之外 还有提供咸食猪肉饭 咖利饭和麻婆豆腐饭 感觉都很好吃 提拉米苏120元 口感还不错 马斯卡彭奇斯 吃起来很滑顺 有点苦甜苦甜 带有奶香以及咖啡香 备茶芒果200元 以备茶口味蛋糕为基底 搭配新鲜的芒果 蛋糕体本身蓬松绵密 芒果也很鲜甜 奶油也清爽 可利路90元 点了桂花口味的 觉得吃起来比较中规中矩 草莓冰棒拿铁180元 这款是季节限定 底层有草莓酱 上面还加了冰棒 鸳鸯网180元 茶与咖啡的混合 喝起来相当顺口不甜腻 茶香咖啡香取得平衡 可爱的松石犬 一开始以为是客人带来的狗 后来才知道是电狗 如果以这三间Crops Coffee系列来说 这里的环境是比较特别的 而且甜点的选择性也丰富许多 整体感受很不错 在台中南屯区的黎明新村里 藏匿着一家温馨小巧的老宅甜点店 刚踏入店内就闻得到淡淡的烘焙香细 内容的位置不算多 但小而精致 橱柜上有各种丝康 棒蛋糕 手工饼钱 既有戚风蛋糕可以外带 当天也有不少事先预定自取的顾客 可见这个热销的程度 小麦果子的戚风蛋糕 吃过的人一致好评 每一片蛋糕都经过师傅巧手制作 店家使用的鸡蛋来源 也是拒绝格子龙的友善环境鸡蛋 这么挺永续环境的店家绝对需要支持的 推荐必点的鱼汁抹茶小戚风 蛋糕本体经营的质地 上面的鳞酱更是一大惊喜 鳞酱丝龙般的在舌尖缓缓融化 没有一般抹茶酱的厚重感 上头有富一小团红豆泥 红豆泥的甜度也刚好中和了抹茶的微谷 感受清新的茶香充满层次感 难怪是店内的明星商品 松懒香甜的丝糠也是一大亮点 金黄色外皮油外层的酥脆 松松软软的内层散发出淡淡奶香的温和香气 再搭配旁边的葡萄与蓝莓 英拉索是台中首尔饭桌的新品牌 老板和板娘都是韩国人 主要提供韩式汤锅为主 英拉索位于台中北区微道路的巷龙里 这里离崇德路很近 附近不好停车 建议可以把车子停在崇德路或是周边停车场 一楼只有六张座位区 正式营运之后才会开放 二楼用餐区目前不接受预约 想吃的话建议可以早一点来 每份套餐都有附白饭和三种三小菜 这天的小菜是鱼板 泡菜和豆芽 韩式豆腐锅的料还蛮多的 汤头喝起来也很浓郁 这种重口味的餐点搭配白饭很适合猪肉汤饭 除了三种小菜之外 还附了一小碟虾酱 锅边有辣椒酱 可以依自己口味调整辣度 汤头喝起来很清爽 里面就是猪肉片 韭菜或面馅猪肉片的份量给的蛮多的 面馅其实也不少 可以先喝原味再适量的加入辣椒 整体喝起来很温润 可以把白饭放进汤锅里 和汤拌着一起吃 韩式菜包猪肉 在台湾的韩式餐厅也比较少吃到 五花肉还附了拌面 泡菜和虾酱 可以先试试单吃 软软QQ的 肥而不腻 另外也可以携着泡菜一起吃 多了不同的风味 当然也可以用生菜叶 包着五花肉和拌面 一起吃 多了蔬菜的清香 口感也更加丰富 海鲜煎饼 它的外皮比较薄 吃起来酥酥脆脆 里面有虾子 罗普斯和青葱 一咬下充满焦香 很好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